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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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徐格林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南京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徐准刚才那个短片当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危害到我们身体健康呢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大家看是一瓶盐 就是这个盐呢是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离不开的 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食品 确实啊我们的很多的疾病呢都跟盐的湿入量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这个盐呢又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究竟该怎样吃盐呢 那我们最后来慢慢聊 好的 徐主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块大瓶全网热搜关键词 我们罗列了三个 第一呢是你为什么爱吃盐 第二呢是高盐饮食的危害 第三呢是如何控制吃盐料 首先来看第一个你为什么爱吃盐 其实大家都知道盐对我们的人体的重要性 之前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一个经典的形象就是白毛女 因为历史的原因呢 她躲到深山里几年了没有吃到盐 所以导致一头白发 大家从这个形象当中就了解到 原来人呢对这个盐的依赖性还是比较强的 盐呢对人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 是的 吃盐呢对人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它可以补充盐分和这个纳离子绿离子 但是呢根据我们现代的研究呢 吃盐少呢 它并不一定会引起这个白发 那么我们现在分析呢 它这可能更多的是跟它的心理应激啊 跟它的独居有关系 并不一定说是吃盐少或者不吃盐引起的 所以你在这呢也跟大家讲了 说这个白毛女的头发变白 并不一定说是因为缺少盐导致的 很有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压力 或者是说这个情绪的变化导致的白头发 但是呢盐确实是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且呢是不可缺的 盐呢我们知道它的化学成分呢是氯化钠 那么这个钠离子和氯离子呢在人体里边呢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维持细胞的一个平衡 那么细胞内外的这个压力的平衡呢 那么往往呢决定了细胞的一个正常功能 那么根据我们的测算 一个60公斤的人大概呢每天呢需要补充0.5克盐 这个呢是很少的 我们现代人呢全球的这个居民平均呢每天吃10克盐 你看这超出正常需求呢20倍 那么我们中国人就更多了 中国人呢平均吃盐呢是14克左右 所以超出呢28倍左右 那么为什么呢会出现普遍的高盐饮食呢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跟这个早期人类生活的环境有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早期人类呢是不会制盐的 在这个新时期早期 远古时代的人士没有盐 对了他们呢不会制盐 那么他们的吃的这个所需的盐从哪里来呢 主要是从食物里边天然含盐 人类呢早期呢它是杂食动物 在这个旧时期时代 它呢又有这个蔬菜水果 就是野生的这个蔬果 那么同时呢也吃一些动物肉 这种杂食呢每天呢大概能提供2.0克盐 但是人类进入到这个农业社会 就我们讲的农耕文明发展的时候呢 它又变回到这个草食动物了 如果只吃粮食的话 每天呢这个食物里边呢只能提供0.1克盐 我们刚才讲呢就是一个人呢60公斤的人呢 他需要0.5克盐 所以这样就产生一个不足 就是说需要呢0.5只能补充0.1 那么这时候呢人体的需要就形成了这种反射 驱使人呢到处去早盐 去尽量多的吃盐来补充这种差异 所以呢早期人类呢 他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那么比如说呢 他会采集地面上那种盐浅 那么比如说呢用这个海水或者是盐池水 或者呢就是给食物里边加入草木灰 那么草木灰里边含盐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传统呢在现在的云贵地区呢还有 所以呢大家看人类呢他需要盐是因为早期呢他这个环境里边缺盐 但是呢到了现代社会环境已经完全变了 就是现在盐呢无处不在 对 他非常容易制造 所以呢我们还保持着这种喜好 就是因为他能制造美味 所以这种美味呢诱导人吃盐很多 导致呢现代人呢普遍的 对 因为吃盐多导致各种慢病 对 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呢我突然想到和盐密切相关的食物就是腌制食品了 是的 过去呢是因为条件有限 可能怕这个蔬菜啊或者是一些肉类呢不利于保存 它腌制起来可以长时间的保存 但是现在呢我们生物水平提高了 我会发现的很多人还是保留这样的习惯 这是为什么呢 食物加盐以后呢 它有两个主要的作用 一个呢就像你刚才讲的是保存食物 这个人类社会早期啊 正是因为会学会了制盐 给食物里边加盐以后啊 这个食物呢它才能保持很长的一些时间 如果没有盐我们可以想象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家呢打了一只鹿 那么这个鹿呢如果你今天吃不完 可以放到明天 但是再往后呢它可能就坏掉了 其实这个盐呢也充当了防腐剂的作用 对了它就是早期呢盐呢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腐 那么那么这个肉呢漏肉啊兔子肉啊这个野生的动物肉 腌了以后呢它可以放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它不会坏 所以呢用盐的腌制食物呢 它等于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它促进了文明的发展 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 所以现在大家想象不到这种困难 因为我们有支付宝有危险 到那一杀是吧就很快就食物吃 但是呢在古代并不是这样 你去一个地方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食物的问题 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吃的东西很难生存下来 所以即使你就是越出你的这个居住地啊 十里地的地方都是很困难的 当然有了这个腌制食物以后啊 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国际的这个专家都公认 盐是推进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 另外呢腌的东西呢有的呢确实很美味 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的一些火腿肠啊 喜欢吃的一些这个腌肉啊 喜欢吃的咸鱼 它其实味道一加了盐以后味道很很好 对啊大家都说呢这个盐其实是百味之王 是的 所有的调料都不如它放一点点 可能有的食物如果做的好话 只要放一点点盐就能够保存这个食物的本来的味道 除了你讲的这个盐是百味之王 那么厨师里边还有一句话就是好厨师一把盐 就是用盐用的好呢 这个往往呢饭菜的味道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它美味感呢会明显的增加 但是这个美味呢 它跟盐的量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我们用一个词就是叫美味点来衡量 美味点就到到那个点的时候就会很美味 如果说低于这个点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寡淡 但是如果高于这个点的话呢 可能就会觉得有点hold受不了 好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约界名医 那今天要探讨的健康话题呢 是舌尖上的盐 大家可以在约界名医的抖音和快手号上留言 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来为大家打一解惑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专家呢 是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人医师徐格林 其实刚才呢 我们徐主人呢给大家讲的都是 盐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 好处说的挺多的 我们越界名医的微信粉丝讯里 也有很多的网友呢 听到您刚才介绍之后呢 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您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通一个啊 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您 喂你好 主持人好 徐主人您好 你好 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家宝宝现在11个月了 家里的老人呢 会偷偷地在他的腐蚀里面加盐 说吃了才有力气 但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说是宝宝在一岁前是不能吃盐的 会增加肾脏负担 就是为因为这个事 我们家里都吵了好几架了 就想问徐主人一下 就是不到一岁的宝宝究竟能不能吃盐 这个问题特别的好 确实呢 家里面人呢会怎么样 科学地喂养孩子会有一些矛盾 因为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呢 就不放盐 但是老人也会觉得说 那孩子这个不放盐 这孩子能吃进去吗 那么难吃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点 就是说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不到一岁的时候 有没有必要摄入盐 如果不摄入的话 会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 我觉得一岁的宝宝没有必要补充盐 因为他太小了 应该不能吧 小孩可能代谢也没那么好吧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能就是少一点 因为一点点盐都没有的话 其实小朋友他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适当的就是用筷子去再一点盐 然后加入在他的食物中 然后小孩子吃的话口感会好一点 不用吧 因为我朋友他们家的小孩都是 少小朋友之前都不懂得吃盐的 所以我觉得小孩应该是不够吃盐 这也可能不太好 第一个呢肯定要吃盐的 但是这个盐关键是它来自于哪里 我们讲呢 这个一岁之内呢 它的盐呢来自于母乳或者配方奶粉 就完全足够了 就是说不需要额外的加盐 那么到一岁之后呢 加了这个餐桌食品以后呢 这个里边呢本身也含一样高 那么中国人呢 也有个特点就是 喜欢用成人的食物来给小孩喂 我认为好吃的 这个小孩就认为 我觉得您说的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很多喂养在喂养孩子的时候 成人把他的这个口味 或者他的这个习惯 强加到孩子的身上 他觉得孩子应该吃点盐 这个味道 这个做的饭菜才香 孩子才爱吃 是的 就是说我们往往呢用成人的口味呢 来预判这个小孩的这个口味 那么儿童的口味呢 其实和成人不一样 他们呢更偏向于这个更淡的一个口味 因为洗盐的这个口味呢 它是在儿童时期 青少年时期逐渐养成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 是荷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 叫盖莱伊斯 那么盖莱伊斯呢 他找了100个小宝宝 就是6个月大的这个小宝宝 半岁大 对半岁大 那么把这些小宝宝呢 分成两组 一组呢 用这个低盐奶粉喂养 你是放一点点盐 低盐就是说盐很少 基本上不加 不额外加盐 还有一组呢 就用这个高盐奶粉 就里边加盐 那么喂养呢 6个月 就是从半岁喂到12个月的时候呢 然后呢 就用一般的食物 就是大家都一样了 当这个小孩呢 长到15岁的时候呢 这盖莱伊斯教授呢 把这个小孩呢 都招回来 然后测他们的血压 那么结果呢 就是有一个很惊讶的发现 就是当初呀 用这个低盐奶粉喂养的小孩呢 他的血压便就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用高盐奶粉喂养的这个小孩呢 他的血压都普遍的偏高 所以这个研究呢 在欧美呢 是非常的有名 从那以后呢 这个研究是60年代初开展的 从那以后呢 西欧和美国呢 就修改了奶粉的 就配方奶粉的标准 就是配方奶粉呢 从此之后呢 不再加盐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那配方奶粉呢 它的原料呢 是牛奶 牛奶里边呢 本身就含有盐 那么本身的天然含盐呢 它就足够这个小家伙的需求了 所以没必要再额外的添加绿花钠 当然这个研究呢 后续呢 在美国也得到了一个 更大样本的一个验证 我们国家现在的配方奶粉呢 里边呢 也不再加盐了 提示大家呢 就是在这个12个月之内 一岁之内的宝宝呢 不管是吃配方奶粉 还是吃母乳 他不需要加盐的原因呢 就是这些里边呢 他天然含盐 已经够这个小孩的需要了 那么再往后呢 这个餐桌食品呢 开始给小孩这个添加这个餐桌食品 这时候呢 也要控制盐 那么为什么要控制盐呢 就像盖莱伊斯研 这个研究所提示的那样 我们回过楼图来看这个研究 就说他当初吃了6个月的高盐奶粉 怎么会影响15岁时候的血压 甚至终生的血压呢 显然不是这6个月奶粉的作用 而是因为在这6个月期间 这些小家伙们 养成了这种喜欢盐的习惯 你给他吃这个高盐奶粉 尽管只有6个月 但是呢 他养成了喜欢吃盐的这个胃口 也就是孩子其实在几个月大的时候 他的味觉上已经有记忆了 如果你在6个多月的时候给他吃盐 他可能习惯于这种带点咸咸味道的腐蚀 他喜欢吃 你不加盐的话 他可能觉得没有味道 他不喜欢吃了 也就是说他从小已经形成了食物的记忆 意味着他以后这个盐的需求量就会更高 换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或者换其他的慢性病的风险 就会加大 是的 就是我们高盐胃口的形成呢 在儿童时期 往往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 所以儿童的腺炎呢 更重要 这个现象呢 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也发现 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呢 一个人 有高血压 那么很多人家庭成员都有高血压 那么原因呢 可能就是跟这种代代相传有关系 他的口味啊 通过我们刚才讲的那种过程呢 导致他整个家庭都喜欢吃盐 家庭的生活习惯会影响到每个家庭成员 是的 所以呢这位网友 你也听到我们徐主任刚才的回答了 孩子大概在一岁以内呢 其实是不需要再额外的添加盐 只要吃一些配方奶粉 或者是正常的饮食 就可以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了 是的 好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约见明医 那今天要探讨的健康话题呢 是舌尖上的盐 大家可以在约见明医的抖音和快手号上留言 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 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专家呢 是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徐格林 徐主我们再来看一下荔枝新闻 一个星期之前呢 我们也把今天要调查的话题呢 发在了荔枝新闻上 这个话题是成年人一天应该涉入多少盐 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调查结果 成年人一天究竟能吃多少盐 我们的记者走上街头 看看市民们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大概要吃三四少盐 也就两克左右吧 吃少一点就是对心脑血管比较好的 少一点吧 因为我们家有小孩嘛 小孩吃盐多的话 对那个肾脏不太好 然后老人呢就是吃多了的话 他会有一些水肿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尽量在家里面都会控制少一点盐 至少要15克吧 采访结果显示多数人都知道吃盐多不太好 但究竟该吃多少却说不太清楚 看来这方面的学问大家可得好好补补 我们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呢 是成年人一天涉入盐应该是五克 这个观众呢有是三千两百多人 认为呢一天成年人应该涉入十克盐的观众呢 有一千八百多人 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挺有意思的 普遍呢大家还是认为应该涉入量少比较好 许准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五克 那么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呢成年人 那么每天吃盐量呢表述呢是五克以下 许准可能大家呢对这个五克啊 没什么太大的概念 五克比较抽象 那具体五克是多少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么一般呢大家喝这个矿泉水 这个矿泉水的这个瓶盖呢 如果这个瓶盖呢放满了盐 它大概是十克 所以呢你看看一个成人呢每天吃盐呢 大概就这个瓶盖的一半就够了 就已经到五克了 这是五克 哎呀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少 因为咱们吃这个一天的这个饮食量啊 比如说蔬菜里面放一点点盐 然后腌菜里面或者是咸肉 或者早晨我们吃一些小菜 这个咸菜里面应该不值五克吧 是的你讲的太对了 就说这个盐呢我们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烹调盐 一个是隐形的盐 嗯 我们加的呢当然肯定不能加这个五克了 加五克呢就超的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食物的天然里边呢还含有盐 另外呢很多就隐形的盐 你比如说酱油里边有盐 醋里边有盐 味精里边有盐 那么几乎的所有的这种添加剂里边都有盐 所以呢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都要加到里边 那么烹调用盐呢 它的比例呢在中国人里边呢 现在呢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我们吃五克盐的话 你的烹调盐 就说家庭主妇加的盐呢 只能是2.5克左右 嗯嗯嗯 徐准我们来看一下全网热搜关键词的第二个 高盐饮食的危害 其实之前呢我们在没有谈到这个话题之前啊 都说这个盐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 我们是离不开盐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盐的摄入过量的话呢 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是的 那么高盐饮食呢 它最大的危害 或者是最直接的一个跟健康关联的疾病呢 就是高血压 根据我们的文献检索呢 应该是中国人第一个发现的 我们中国呢 中医里边呢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论著 就是《皇帝内经》 那么在《皇帝内经》里边呢 它记载这样一句话 叫多食咸则脉凝气而色变 那么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吃盐多的话 这个人的脉搏呢 会变得断断续续 他的脸色呢 会变得漆黑 所以这样就讲呢 从这个表象能够判断出来 它有点像这个高血压的一些表象 是的 因为中医里边呢 它没有高血压这个病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呢 就是说吃盐多呢 它引起高血压 最后引起血管的硬化 甚至引起心脏的这个疾病 所以脉搏呢 会变得断断续续 叫脉凝气 另外一个呢 盐呢 本身它会影响到 皮肤的这个细胞的代谢 会引起这个面色的改变 所以就说 从这个两方面呢 这跟现代的医学呢 都是吻合的 对 不矛盾 不冲突 而且呢 变色如果不太好的话呢 我们可能也会觉得 这个人的肝脏啊 或者肾脏呢 不好 也会表现出这个面色不太正常 就是肾脏的疾病啊 肝脏的疾病啊 心脏的疾病 都会影响到面色 对 所以您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 说这个食盐如果过量的话呢 确实也会给肝脏啊 肾脏带来负担 是的 那么蜥蜴呢 对高血压和盐的一个关联呢 它是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发现的 那么当时呢 就有一个科学家呢 发现了吃盐多的人呢 血压高 那么吃盐少的人呢 血压偏低 那么之后呢 到第二世界大战之后呢 美国有一个学者呢 他就根据这个原理 设计了凯普南这个饮食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 只吃这个大米和这个蔬菜水果 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那么结果发现呢 这个不含盐的这个食物呢 可以降血压 所以呢通过这个呢 也证明盐跟高血压的一个关系 那么再往后呢 就是在日本人里边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日本人呢 他约往北 日本呢 它是一个长条的一个岛嘛 北海道地区 对 北海道地区呀 或者约往北的这个地区呢 他的吃盐比较多 他血压也高 脑中风的发病率也高 那么靠南呢 这个人的血压的低 那么吃盐也少 这个好像跟我们国家也有关系 我们国家呢 高血压的高发区域 东北 西北 还有西藏这一条 这一带呢 高血压的发病率会比较高 相对来讲 比如说像南方 我们这个长江三角洲一带 或者是沿海地区 明显的这个比例就会下降 是的 您讲的很对 就是在中国呢 南北方的这吃盐差异呢 也是很大 普遍来讲呢 就是北方人的吃盐呢 高于南方 对 对 这样呢 导致这个北方的高血压的 患病率和发病率呢 远远高于南方 那么跟高血压有关的一些疾病呀 脑中药 这个心脏病呢 也是高于南方的 北方人的吃盐多的原因呢 主要呢 还是北方的蔬菜水果比较少 那么在过去啊 交通不发达 贸易不发达的时候呢 那么北方人更多的 食用这种腌菜呀 腌肉啊 咸鱼啊 这些食物导致他们吃盐多 所以呢 导致北方的这种 跟血压关联的慢病呢 更普及 普遍一些 对对对 尤其是现在虽然生活水平提高了 物资也比较丰富了 但是就像您刚才讲的 我们的饮食习惯保留下来了 现在呢 就是说 从这个盐的摄入量来讲 南北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对是的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打造的 全媒体大型互动健康科普节目 约见名医 我是主持人小乐 大家呢 也可以在约见名医的 抖音快手 微信公众号上 给我们留言 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 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甚至有些人在运动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他都会有很明显的疼痛 查出来有乳腺节节 该怎么办呢 一种就是 你在医生这边处诊的时候 医生没有摸到明显的肿况 只是摸到乳腺上面 有一些节节感 乳腺癌早期又有哪些表现呢 约见名医 特邀江苏省人民医院 乳腺疾病诊疗中心副主任 谢辉详细为您解答